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田儿与老公育有一对子女 一家四口幸福美满 林田儿不时在社交网分享日常生活 林田儿经常在家中宴请朋友聚会 昨日她上载芯片 见到饭厅再度曝光 一张超长餐桌非常触目 林田儿视频拍摄布置时的过程 见到她非常忙碌 一人整理十人用餐 由餐碟到餐具及装饰 全套精致的餐具逐一添加 台上又摆放鲜花点缀 感觉豪华气派又有品味 而且过程一丝不苟 仪式感十足 林田儿留言 下雨天 在家里用点颜色 心情会比较好 网民却对林田儿的家中环境感到好奇 留言问想看全家一镜到底拍摄 又有网民对巨型饭厅内的长行餐桌表示注意 加上餐桌旁的巨窗 空间感十足 网民留言 这餐厅真大 第一反应是 好大张台 好精致的摆台 感觉姐姐每天不是在聚会 就是在聚会的路上等 隐姓谢玲玲大女儿林田儿分享生活 豪宅内精美餐桌突抢眼在香港 有不少富豪家族 而今天要说的这位 就是香港百亿富家名媛的代表 林田儿 她的父亲是环亚集团老板林建月 是香港十大财法家族之一 母亲则是知名隐姓谢玲玲 因王祖贤介入而离婚 赡养费甚至比一般豪华还多 就在近日 已故负伤林百新的孙女 林建月 与前妻谢玲玲的大女儿林田儿Emily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在家中聚会的视频 豪宅内部曝光细节 林田儿和老公何正德 Kent庆祝结婚十周年 再度办婚礼 浪漫温馨 今天 他在社交网分享了一段家中聚会的影片 忙于布置的他却让网友们的焦点放到了餐台上 惊讶于那张至少可坐12人的超长餐台 林田儿经常在家中举办聚会 和朋友们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他正在为聚会做准备 豪宅内景更是设计精美 室内装饰充满了典雅与现代的结合感 餐厅中央的这张超长餐桌尤为抢眼 桌面铺着一块精美的桌布 整个过程他一丝不苟地布置 桌面铺着一块精美的桌布 布料质地细腻 花纹繁复 但不显得凌乱 显得格外高雅 从餐碟到餐具 再到装饰鲜花 每一个细节都精致考究 显示出它的高品位和对仪式感的重视 这张餐桌不仅是一件家具 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凸显了主人的品位与格调 不仅如此 餐桌上摆放的餐具和装饰也同样讲究 每一件器皿都经过精心挑选 与整体风格相得一张 餐桌旁的餐椅设计简约而舒适 配色柔和 给人一种温馨和谐的感觉 灯光柔和 营造出温暖的用餐氛围 视频中 林田儿留言说 下雨天 在家里用点颜色 心情会比较好 网友们却被它豪宅的环境所吸引 纷纷留言表示想看到更多的家居细节 有人注意到 餐台旁的锯窗 给整个空间带来了十足的宽敞感 还有人惊叹于餐厅的豪华和摆台的精致 网友们纷纷留言 这餐厅真大 我第一反应是 好大张台 好精致的摆台 感觉姐姐每天不是在聚会 就是在聚会的路上 林田儿不仅展示了她的豪宅和生活品味 也让人看到了她对家庭和朋友的重视 每一次的聚会都充满了温馨和欢乐 林田儿和何正德育有一对子女 一家四口幸福美满 她经常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日常生活的点滴 每一片段都洋溢着幸福的氛围 无论是与家人共度时光 还是与朋友相聚 林田儿总是用心布置每一个场景 让生活充满了仪式感和美好回忆 据了解 林田儿是香港名媛圈的佼佼者 几乎每个知名名媛的朋友圈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她与娱乐圈大咖关系密切 例如林青霞母女 刘嘉玲等 其实 林田儿小时候生活富足 但在九岁时父母离异 跟随母亲谢玲玲 受母亲教育 她学会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并且妥妥地学霸一枚 拥有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历 在结婚前 她曾是香港名媛圈的放荡派代表 频繁被媒体曝光 绯闻众多 但在遇到了何正德后 她彻底转变 成为贤妻两母 林田儿和何正德 在法国举办了浪漫的婚礼 两大豪门联姻 婚礼排场宏大 嘉宾大开云集 包括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内 百亿富豪林百新的孙女林田儿 与同样身为富商的老公何正德 在菲律宾再办婚礼 庆祝两人结婚十周年纪念 两人的甜蜜幸福 献煞现场宾客 林田儿与何正德十年前 在法国南部举办婚礼 之后又在香港补办婚宴 如今已是两人结婚十周年 没想到这两人竟然再度 举办了一场隆重的 结婚仪式 邀请亲友一同 见证两人的幸福婚姻 有网友爆料称 在菲律宾机场 看到了街机的工作人员 举着牌子高调迎接 参加十年庆典的亲朋好友 这对夫妻带了十三个行李箱 可谓声势浩大 林田儿与十年前相比 相差不多 一身白色花朵造型的礼服 简约又不失典雅气质 她缓缓从花丛中走来时 宛若仙子 十年庆典场地 选在一片沙滩上 周围以白色花朵布置 清爽又不失浪漫 这对老夫妻 在亲朋好友见证下 再次深情对望 眼神中流露出满满爱意 历经十年的婚姻生活 还能如恋爱般情深意重 这在豪门中可是不多见的 林田儿和她的老公 算是一对难得的豪门真爱 香港豪门里的各种 故事 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论是之前拥有四房太太的何鸿燊 还是已经为李泽 凯生了三个男孩 却仍未能得到一张豪门入场券的梁洛事 所谓大宅 女人们的日子 也各有各的辛苦 但也有甜蜜幸福的 比如之前一直不被看好的一对 李嘉欣和许静亨 前港姐 李嘉欣可谓情史丰富 且港媒曾称她为 豪门狙击手 没想到最后竟然是许静亨 将这位带刺的玫瑰 摘回了家 本以为 婚前也风流成性的许静亨 会管不住自己 外界都在等着看这对夫妻的 笑话 可没想到 夫妻两人婚后的每次出现 都能给吃瓜群众 发糖 这两位几乎每次出街 都是手牵手 仿佛连体婴儿一般 还能偶尔上演个又搂又抱 甚至 两位岁数家一起 超过110岁的老夫老妻 竟还能当街上演热恋妻的 系鞋带 戏马近日 两位外出逛街式鞋时 李嘉欣刚穿好鞋子 许静亨便立刻俯身 替爱妻系系鞋带 而李嘉欣则满眼宠溺地看着她 最后还不忘拍照 发到社交账号炫耀一番 确实 到这个年纪 许静亨还能把她 当成个 宝贝 确实不易 也只能说 她俩是真爱 还有一对豪门真爱 状态也不输这一对 刘强东和张泽天 虽说刘强东取了小娇妻之后 也传出过 不和谐 声音 但两位似乎并未受该事件的影响 哪怕是有照片公布 张泽天也对此事只字未提 最后默不作声地 再度恩爱如初了 前两天 这两人再度 现身某钢琴演奏会现场 奶茶妹妹眼神 拉丝地看着自己的老公 仿佛她是偶像一般 让其着迷 散场后 刘强东也赶紧拉起张泽天的手 紧紧护着自己的小娇妻 赶快退场 直接 甜度拉满 让人不得不佩服 东哥的男人魅力 普通人家的夫妻 一起走过几十年的风雨 恐怕中间 也会有磕磕绊绊的小矛盾 更何况是财大气粗的豪门男主 围在他们身边 阴阴厌厌 知人恐怕不少 结婚多年 还能恩爱至此的 已经算是相当好了 豪门也不一定全是 精彩的戏码 也有真爱在的 祝福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